欠债不还 必不见面 结果遭到了泼妻恐吓 桃园杨梅区一处明宅近日叨到不明人士三度泼妻 让屋主相当困扰 除了报警求助也上网抱怨治安太差 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原来是屋主的弟弟在外面欠了两三百万 对债主必不见面 对方才会找人登门泼妻 而最后呢 也被警方找出来一送法办 梁明琪记车的男子提着油漆桶奋力朝明宅泼过去 瞬间铁门墙壁街道统统染成鲜红色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光天化日两个男子提着红漆 字意乱坡 完全不担心被发现 行径相当大胆 你们是来这边坐几天了 两三天 那门口用派油菜一桶四坡 小姐 尽管屋主不愿多谈 不过还是报警求助 也气得上网抱怨 难道治安有这么差吗 装了监视器也没用 而警方调查后发现原来是这间位于桃园杨梅区的民宅 屋主的弟弟叶姓男子在外头欠了两三百万元 还对债主逼不见面 对方这才气不过 找人去他家人的住处三度泼妻卸份 警方循现找出泼妻的两名嫌犯移送法办 只不过弟弟欠钱不还 遭到泼妻恐吓 还连累哥哥跟着遭殃 解决场谈不倒